不仅要问回国焦虑 最近有点回国焦虑 咱们的放射机又焦虑了 优秀人才 归国优秀人才又焦虑了 喂 英哥 我之前跟你联过 就是学的那个 就是 就是放射物理的那个 我知道 主要我现在 就是焦虑就是我不知道 我现在这个专业 这个学历被领就回国 我在这个就业市场上 大概是一个什么身价之类的 怕找不着工作呀 工作肯定是能找着 但是就是具体工作 找到大概是一个什么 什么个收入的 那就闲着先投简历呗 对 我投了 但是我看了一下 大概率就是收我简历的 大概也就是 月薪可能就一万五两万这样子 那你期待的目标是多少啊 这个其实我可以接受 我只是焦虑这点 就是我不知道我就是将来 就是明年再申请博士 能不能申得上 然后就是 你现在到底是咋定的 是博士读不读了 不是就是博我要是能读 可能读 但是这边他不要我呀 那没有办法 就我现在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先工作一年 然后这一年 攒攒经验 然后就是做做实验 然后提升一下背景 然后接着申嘛 然后明年在申博的时候 就是国内国外一起申嘛 就是也不一定就非要在 就是这边吧 就是想咱们就像现在之前说的是 就是再工作一年 这一年是在国内干 还是在国外干吗 我现在已经就是决定回国干 哪怕工资低我回国干 回国干 那你也别挑一万五 嫌少 你也别嫌少 嫌干呢 我干几年再说吧 我其实也没有嫌少 我只是就是 可能就是海外这么长时间 然后突然就是 国内的医疗 非常情绪这种感觉吧 国内对医疗行业的 这些人才的需求量 永远是大的永远不存在卷这一说 然后我就是我 我现在也就是我 就是我我老师 就是因为就是佛桌这个法案 所以我就是不能离我继续读 所以觉得也挺对不起 然后觉得你给我介绍我工作 然后然后但是我 我就说我还是回国吧 就是就是感觉就是 一边不让我就是不让我继续读 然后一边然后说就是 你也就问你是OPT吧 然后我这个给你介绍工作 就感觉就是没有必要 就是他都已经都不带进我来 还这么求着要就是工作 对啊就是他的退而求其次 对你来讲他以为是最优的选择 实际上真真真真实角度来讲 对你来讲狗狗逼不是 你又不是回国没工作 你没必要啊 但是说实话 我推了我推了我拒绝这个OPT 其实待遇还挺高的 有多高我听听 156吧 156的话 你如果还我实话实说 如果你还奔着明年接着 再申请一年的话 那你干也没毛病 你就接受他这个也没毛病 也正常 但是我已经就是已经推了 因为我就是就直接跟老师说 就是我回国待一年 因为我师兄现在也在国内 我就是找我师兄也一样 行了 那你就先找上你师兄干上再说 我说实话 就是学历确实是一个 确实是一个敲门砖 但也仅是敲门砖而已 对吧 对你这行 虽然说学历可能不单是一个敲门砖 但是他肯定更多意义上来讲 也是个敲门砖 国内确实是按照学历 给你一定的最开始的 这个进门的这个薪水 后面考纸程啊 考什么这些东西的 也是也是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 不是只有这一条路 必须得读个美国博士 尤其是现在的情形 对不对 就我读博不是单纯从这个代表上想 我想读博只要是想将来进这种 就是大学附属医院 或者是这种就是考大学 然后一边当教授 就是这种做科研 然后一边做临床这种 就是若不读博 这种将来 还想在学术领域 还想有所造诣 不单是一个为生活 对就是我就是在我这看 如果有一个就是 如果做选择 就是钱能学术 只能选一个 我肯定选学术了 如果这我必须做选择的话 就是前数上面来讲的话 就是实际给你扔国外 这一年OPT 其实你不折腾 你愿意跟那待着也行 我实话说 既然能拿十五六税后 怎么能有个十一二了 对十一二 十一二的话和一个月一万块钱 肯定也不至于饿色 也不至于太差 实话是 那一万块钱 不至于太差 虽然说很多东西没有 怎么外卖洗脚 虽然很多东西没有 但也不至于太差 毕竟你挣的薪水跟着摆着 但是 归根结底 就是很多东西是时级 你这东西不是说 现在选择进修 时间还停在这等你 对吧 咱假设说 我只是假设说 假设说你回来了 这一年 这一年之内 外面挺乱头子的 然后家里面这边想组织点 医疗救助的队伍 出去帮帮咱们家的这些 什么的 歌姓队姐什么的 你去了 完了回头 你得当地是什么一个效果 哥们你可能 你可能就是当地的白秋恩 对吧 那比你一个博士什么的造议 就是你如果真的说 我的生活不单是钱 我还想活得有意义 这个意义可能比博士的意义还大 是 是也这么像 是吧 就是所以说 你不要单纯只看说 学历能给你带来什么意义 很多事方方面面都能给你带来意义 然后再就是我就是 鉴定回国 就是我 前段时间 就是跟我妈聊天 是已经说 我这边可能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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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博这边都读 就是美国的不要我读不下去 然后可能就是回国待你 然后我妈都特别高兴 然后说 呀给你买这个买那个就是好吃的三宜冰柜 然后我就觉得 给你买一瓶箱冰糕 天天回来吃冰糕 再不骂你了 哈哈哈哈 不是就就突然感觉就是我也想想也确实就 就是虽然说就是每周都视频啊什么的 但是确实就很久都都没见了 就就知道我要就是如果要回国 我陪他一年真的就感觉他特别高兴了 就觉得 嗯 行啊 那就回来吧 先回来吧 然后不行到上海来 那个你就会回头再到上海来一趟 来一趟 完了那个那个义父啊 和那个盘龙哥都不认识不少医疗领域里面 这些人 再研究吧 咱讲说 说实话 如果真的回头 你要想看在浅的份上私立医院也不是没有 也能研究 没啥研究不了的 私立医院你要挣钱 钱多 你毕竟不是主刀医生 说白铁子 你是决定放佐料 撒盐撒多少的人 你不是切肉串串的 对吧 这也不 也难能可知 不一定 先回来先研究 完了有资源 你需要啥 你值上 完了 你不都在海外那个群里吗 是 怎么着来讲 不存在像人家那个寄人的一下子感觉 毕竟是你自己家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最近就从决定回去回国之后 我就感觉怎么看怎么这都不太怎么做 都不太对 前两天 咋看咋不得劲了是吧 前两天去开会 有文章一起去开个学术会 然后等 有一个学生做presentation的这么一个环节 做完结束之后 就是一起就是吃晚饭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主办方 然后就把这些怎么就是 就是一些就是专门玩钱的那个地方的一些和那些工作人员请过来 然后给我们每人发这种就是chips 就是发筹码就让我们就是在现场就可以玩 然后就觉得就是我当时觉得就不太对 感觉在否划你 感觉在否划你 不太对就是在场都是这种就是什么就是医学物理界的这种新生啊 还有一些什么教授就是然后就就来来这一套 然后就像不像像不像假如有一天你回国了 你把你的外国同学带过了 你想留住他 然后你领他上洗浴了 然后对差不多这样 有点就是好像手段不太光彩 但是你能看懂他们的目的是啥吗 然后怎么说 然后就就就就然后当时我也没法 我把我那个就给我同学了 然后他们就很诧异 所以那么那么不玩 我说不玩你们玩我就这样 你我说实话哥们我不是夸你啊 你你这个年纪不大 你这个你这个认知和定力摆在你面前的钱 就说白了要是我的话 我一定20就20不扔能不能变成40 对吧 你能把这筹码扔给别人 你的你的眼光和你的这个认知 肯定会比你未来你以为的道要走的好的 好的多的多 你相信我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捧着你了 肯定会好得多多的 能把扔到手的筹码转身就有变成钱的可能性的这东西扔给别人 你肯定会好起来 你回国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是焦虑其实没有什么焦虑 已经是过了焦虑 就是吃点地 进香情雀 对 进香情雀 明白吧 嗯 您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说是焦虑的 因为焦虑的